新命令下達 中國人想走難上加難 中共高層物匯洩露清零內幕 長沙事故內情曝光 政府不救援只是在做養 從演馬航悲劇 烏克蘭警告 俄國打算擊落民航機 俄軍急救包曝光 專家說國家不在乎士兵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黃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觀察人士普遍認為 俄烏戰爭改變世界格局 在解決俄羅斯之後 美國和西方盟友的主要敵人就剩下中共 在這種背景下 北京似乎要重演無時代的應對路線 最近幾個大動作顯示 中共似乎正著手準備關閉國門 並通過對台灣開戰來轉移國內矛盾 中共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務管理局 和中國公正協會4月24日下發通知 要求公正機構為公民個人境外投資 辦理相關公正時 應該嚴格按照國家相關規定 要求當事人提供外匯管理等部門的核准文件 或者在境外有工作經驗 或者合法收入來源等相關印證材料 不得採取變通方式辦理公正 通知還要求各地針對公正機構 出具境外投資公正時 是否存在違法違規進行排查 在5月7日前上報排查結果 披露這份通知的網民說 從5月1日開始全部停辦任何涉外經濟投資的公正處業務 所以人在國內辦理公正委託書投資移民 已經正式終止了 網民901研究所說 海外資金公正確實停了 這個基本上倒絕了海外投資移民的路 上海大規模人道災難刺激之下 越來越多中國人想要逃離 以至於一個網絡用語 潤出現現象級的火爆 潤就是英文run跑路的意思 在這個背景下 投資移民被終止的消息 儘管只是傳言也引發廣泛關注 民眾議論說當局這樣做是防止錢出去 事實上也能攔住大量的移民者 也有人表示 中國人出逃的門早就已經開始關閉了 匪區一年內個人線上匯款額度 只有5萬美元 超過5萬的要去人工辦理 這個時候除了劉鶴和工派 基本上都不允許了 這個文件不過是明講出來的異議 時評人工指審綜合中共近期一系列舉動 在推特發文 對局勢作出這樣的判斷 膠銀首席雄浩被全網封殺 東北證券首席目經基金經理被禁言 大量財經帳號被封 護照上繳移民受限 真是風雨欲來 窗口期正在關閉 局外寧坐私人飛機潤回了美國 連戰狼吳京都躲到了泰國 他們才不會和韭菜門一起陪葬 閉關鎖國之後會發生什麼 請讀一讀1949年之後的歷史 中共1949年之後 在中國發起一系列運動 製造大饑荒 還對外開戰 令無數中國人家破人亡 其中哪些劇本會在今天上演 時評帳號LT注意到國際傳媒近日都報導說 中共正著手準備一旦租國際制裁如何保存海外資產 LT認為這樣反映的問題之一就是 北京打算做一件會引發國際制裁的事 最大的可能就是想打台灣 英國《金融時報》5月1日透露 英美領導人曾經在3月針對台灣問題 進行押金最重要而且最高層級的談話 討論議題包括 如果美國為了台灣和中共開戰 英國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拜登政府還對盟友提供關於台灣的機密級別情報 在過去這些情報即使是對盟國也禁止分享 英美上述舉措 凸顯西方各國意識到中共對台灣正越來越強硬 也令人聯想到俄國對烏克蘭開戰之前 英美情報界曾經再三發布警告 災難可能接種而至 中國人要跑卻越來越難 英文網站改變中國的主編《曹瓦學》 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上海人或者說中國人其實無處可逃 可能有錢人能逃走幾個 但大多數人都是只能留在中國 他們只能去想怎樣改變這個國家的面貌和屬性 在制度層面上去參與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日前接受 瑞士《新蘇黎世報》採訪時透露 在閉門會議上 中共高層清楚地表示 他們知道清零的危害 但在二十大權力爭奪戰結束之前 他們不會改變強制清零路線 作為在中國工作三十多年 並在上海定居的頂級歐洲商界人士 伍德克可以接觸到高級別中共官員 同時他被認為是最了解中國的西方人之一 中國歐盟商會曾經在4月8日 智涵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 建議當局修正清零政策 伍德克本人也曾經建議中共官員 以其他國家為例 無實地處理防疫問題 但在4月底接受《新蘇黎世報》訪問時 伍德克表示 沒有跡象顯示 北京正考慮改變路線 伍德克說過去兩年裡 黨的領導層和政府 一直在編造一種說法 即是中國對這個流行病的處理 比腐鬧的西方國家好得多 現在這種說法在他們面前炸開了鍋 中共的宣傳讓中國人非常害怕Omicron 伍德克說 當局沒有告知Omicron變種比較溫和 也沒有告知其他國家已經學會和病毒共存 當局花了一年時間唱衰西方的mRNA疫苗 結果是中國人不相信接種 因此中共親手將自己置於進退兩難的困境 伍德克說這就是問題所在 領導層不能在即將召開二十大時承認 還有另一種處理COVID的方法 他們不能承認歐洲人已經能坐飛機度假 在很大程度上恢復正常的生活 他們也不能承認除了中國的疫苗之外 使用mRNA疫苗也是有意義的 伍德克還透露了和中共高層 在閉門會議上的部分談話內容 官員表示他們很清楚清零對經濟的影響 但不可能在二十大之前結束清零 伍德克說習近平希望三連任 所以他不能在如此接近終點的時候 改變自己的罪事 伍德克還形容說中共領導層同時走進了兩個死胡同 既不能改變清零政策 也都不能改變自我宣揚的和普京的所謂友誼 伍德克預期中國將會持續面臨停產 港口堵塞和供應鏈緊張的問題 據據了解現在越來越多外國公司 正在將供應鏈轉移到其他國家 長沙市望城區盤樹灣一棟居民樓 4月29號中午倒塌 幾十人被埋 到5月2號事故發生已經三天 但現場傳出消息指 當局根本沒有著手救援 一段在Twitter熱傳的影片當中 有當地人指控政府並沒有救人 只是在做養 根本就不動工 只是做養 根本就不動工 只是做養 這個吊車也只是做養 已經第三天了 普通老百姓沒有辦法進來 影片當中可以看到大批穿制服的警察 長沙知情人士胡先生對《大紀元》透露 事故剛剛發生的時候 附近的居民還能轉發影片和消息 但現在都不敢發了 因為武警部隊進入了現場 發現居民在拍攝 就直接把手機扔掉 胡先生透露政府事發之後首先想的不是營救 而是第一時間動用武警 將周邊的人網絡和傳媒控制住 其實事故發生十分鐘左右 消防人員就到現場了 但因為當晚下了一場暴雨 正式開始營救已經是第二天 4月30日早上 胡先生還說政府控制消息 是因為有很多孩子和家長被埋 政府怕有家長去鬧事 目前無法確定到底有多少人被埋 有人說有30多人 還有人說有60多人 一名被救出來的大二學生黃某透露 當時自己和同學正在二樓餐廳吃飯 看到牆壁有灰掉下來 同時聽到有擲牆的聲音 還以為是有人裝修 後來店主發現異常 通知顧客趕緊離開 黃某和同學到旁邊的奶茶店買東西的時候 樓房跨塔三人都被磚石擲到 一名店員未能逃出 4月30日下午 長沙官方通報 事故當中有23人被困 事發地附近39人失聯 只有5人被救出送往醫院 自由歐洲電台報道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發言人 德克提亞聯科5月1日警告說 情報顯示 俄羅斯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的特工 正在策劃一場襲擊 可能使用美國製造的刺針導彈 擊落一架飛越俄羅斯或白羅斯的民航客機 再嫁禍給烏克蘭軍隊 並借機怪罪國際社會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報道提及 2014年7月馬來西亞航空MH-17班機 在烏克蘭東部被三無舉導彈擊中失事 機上298人全部罹難 空難聯合調查小組經過4年追查認為 導彈是俄軍第53防空導彈裡發射的 但俄方否認 知名調查新聞網站 《貝靈貓》執行董事格羅澤夫 日前在推特發布一張照片 來自一名俄羅斯僱傭兵 內容是對比自己的急救箱 和烏克蘭軍隊的急救箱 從照片可見 俄軍急救包內相當簡單 只有一本小冊子 一些說明書和一些帶似乎是指血帶 反過烏克蘭人的急救包就豐富得多 裡面有乾糧、剪剪以及各種急救用品等 俄羅斯僱傭兵普怨說 這就是普京和邵伊古被我們帶上戰場的 針對兩國急救箱的差異 美國《野獸日報》 引述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俄羅斯事務前主任艾德蒙子 這樣的急救包會讓俄軍士氣帶受打擊 會讓士兵認為國家不在乎他們的死活 另一名匿名美國官員透露 俄兵為何在烏克蘭大量陣亡 或許從急救包可以看出端危 他們明顯缺少保命時所需的物資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